《龙珠超》2022剧场版,《胖乌天克斯》终于登场,最终Boss拥有紫色气焰。 《龙珠超》,《超级英雄》是一部讲述原作《魔人不凹》片十年之后剧情的剧场版,为了营救小芳、比克和悟范同强大的人造人展开激烈对决,最终双双觉醒。 然而,加马一号和加马二号只是前菜,马泽达启动了《罪恶存在》,主角们又将面临一场苦战。 《胖乌天克斯》终于登场。 由于时间线在《魔人不凹》片十年之后,因此剧场版中的孙悟天和悟天克斯已经长大成人。 地球出现了新的敌人,而孙悟空和北极塔又在比鲁斯星修炼,孙悟天和特兰克斯则无旁贷地加入了战斗。 敌人太强,孙悟天和特兰克斯只好选择合体,由于这二位天生带有搞笑属性,因此他们又合体失败了,胖乌天克斯再度登场。 事到如今已经别无他法,合体失败也要硬着头皮上。 肥胖的身躯,令人忍俊不尽的战斗招式,胖乌天克斯也是本作一大看点之一。 最终BOTS拥有紫色气焰。 官方已经发布很多预告片了,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显现了出来。 在很多预告场景中,最终决战开启以后,不管是环境还是背景,甚至是光波,无一例外都是紫色。 而且,预告中还出现了紫色爆炸以及紫香光线散射,这些描写都在烘托最终BOTS。 因此,最终BOTS应该应有紫色气焰,估计其真正身份马上就要揭晓了。 龙珠剧场版已经9年没有出新BOTS了。 虽然将之前的BOTS拉出来重作显得更加有情怀,更能够引起观众共鸣,但是不少观众还是希望官方能够推出一位全新的BOTS。 因为龙珠剧场版已经9年没有推出新BOTS了。 2013年剧场版《神与神》,最终BOTS是迪鲁斯。 2013年,龙珠动画剧场版时隔17年之后再度回归,推出了第18部剧场版《神与神》。 《神与神》的时间线被射定在原作空白的十年中,孙悟空打败魔人布鲁之后再度遇上了从长年中苏醒过来的破坏神,一场矿式大战就此展开。 《神与神》的最终BOTS是比鲁斯,是一位设计非常成功的BOTS。 在后续剧情中,比鲁斯不仅成了常客,也奠定了龙珠超神族战斗力体系的基础。 一直到现在,孙悟空和北极塔还是没有彻底超越比鲁斯,破坏神仍然是他们的奋斗目标。 2015年剧场版《复活的F》,最终BOTS是黄金弗丽萨。 《复活的F》是龙珠系列动画的第19部剧场版,主要讲述了孙悟空和北极塔再度和昔日强敌弗丽萨展开宿命对决。 凭借强大的生命力以及高科技手段,已经支离破碎的弗丽萨再度复活,而且仅仅修炼了四个月就达成了黄金形态,一度被称为修炼天才。 本作的最终BOTS仍然是弗丽萨,而且仅仅多了一个黄金形态,由于剧情和战斗力问题,不少观众都将本作视为龙珠历史上最拉快的剧场版。 2018年剧场版龙珠超,布罗利,最终BOTS是布罗利。 龙珠超,布罗利讲述了动画版力量大会篇之后的剧情,是龙珠系列的第20部剧场版。 虽然本作的最终BOTS是布罗利,但是此次登场的布罗利是一个被鸟山民众制的角色,而且,布罗利是千年难遇的赛亚人,本身就拥有无与伦比的人气。 再者,本作吸收了被放逐的命运之子中的设定,巧妙地将三位赛亚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,再加上拳拳倒肉的打斗以及酷炫炸裂的特效,最终,龙珠超,布罗利成了一部十分成功的剧场版。 龙珠超,布罗利不仅获得了全球票房140亿日元的好成绩,也让千年难遇的赛亚人布罗利正式转照,成了可以和孙悟空,贝吉塔平起平坐的存在。 而现在,第21部剧场版龙珠超,超级英雄上映在集,人们再一次将目光聚集到了最终BOTS身上。 是就BOTS重新包装,还是新BOTS善良登场?相信官方很快就会给我们答案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